恩典3.6 365天我们仍然说 每一天活在神话语的大能和恩典 以及祝福里面 还是要说 神要透过我们祝福我们的孩子 给他们什么样的祝福呢 让我们的孩子找到他的价值感 整个社会常常有一些标准 比如说很会念书的孩子有价值 书念的不好的比较没有价值 很会运动的孩子 很会 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他不同的特质 但是早期 常常书念的好是唯一的标准 中文人士大夫的观念 但是今天感谢主越来越多元 很多人觉得说 林书豪球打得那么好 真棒 哇这个音乐家 这个琴弹得这么好 琴弹得这么好 真棒 那个美术 那个画家画得好 其实大家越来越发现说 真的神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就好像圣经里面说 神造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艺术品 我们在神的手中都是艺术品 艺术品就是独一无二的 艺术品 人人都不一样 我不必跟另外一个人一样 因为我在神的眼中是艺术品 而艺术品每一个都有他美的地方 他的美不必跟别人比较 就好像我们常常在讲说 张大千的话跟毕卡索的话 哪一个好 你很难比较 因为他们不一样 可是他们各有各的美 李白诗里面有一句话说 天生我才必有用 这就叫做价值 天 上帝 我们中国人说老天爷 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上帝 他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用途的 都有价值的 帮助我们的孩子 找到他们生命的价值感 好像我们的手指头 你看我们的手指头拿回来 五个手指头都有长有短 每个人都是这样 有你的长处 你特别优秀的地方 也有你的短处 你比较不在行的地方 每个人都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 每个人都是样样都是 都是outstanding 都是最顶尖的 他说你看看 如果每个人手指都长一样长 那有多难看 就不是这样 神的设计就不是这样 我们的孩子 他一定有他很优秀的地方 我们的孩子 也有他比较弱的地方 那就求主帮助我们 看见他生命里面的那个美好 在台湾有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 叫做张晓燕小姐 她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长辈 我非常非常佩服她 在三十年前 那个时候她是童心起家 在三十年前 她童心但是好可爱 后来她长到少女的时候 慢慢的她发现 她的行各方面 恐怕已经不像她小的时候那样 可以演女主角了 然后她需要转型 转型成什么呢 她慢慢去尝试 然后她想说要走主持 可是那个时候的主持 都是一些端庄的 典雅的 优秀的 身材的 我觉得那时候有一位 很有名的主持人 叫白嘉丽小姐 真的优雅 端庄 口齿 风度各方面 可是小燕姐跟她完全不一样 如果那样才能够做节目主持人 小燕姐大概永远不能 可是我非常佩服小燕姐 她知道上帝造她这样一个人 她有她的长处 她也有她的弱势 白嘉丽的优点她没有 然而她会看见 我有我的优点 她在电视圈的人脉 她的亲和力 她会表演 她找到了非常多 她身上有的优点 是白嘉丽可能没有的 白嘉丽的身材 口齿 英文 各方面那些东西 是她没有的 而她说 我有我的 天生我才 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我的价值 她不一直去看 我没有的 她去看 是的 英文我没有白嘉丽好 身材我没有白嘉丽好 口齿 我也许没有白嘉丽那么标准 但是我有的 她也没有啊 我可以去发展我的 从张小燕开始 整个节目主持人 有一个全新的风貌 从她以后 几乎所有的主持人 都走张小燕的路线 她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因为她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非常佩服她 非常非常佩服她 我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好像小燕姐一样 看见 我这个人的被造 是有价值的 我不是跟别人比较出来的 她有她的优势 我也有我的优势啊 去发挥自己的优势 因为我是独一无二的 祝福你 用上帝眼光看你自己 你也可以开创出 上帝在你身上 那个独一无二的价值 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我求你自己 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 我们真的可以有一个 不一样的眼光 看自己 主耶稣谢谢你 我们每个人都有 你造我们的特质 不管是长处也好 短处也好 让我们换一个眼光 来看 那是你给我们的特质 让这些特质 在你的手中 都发挥应有的功能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求主施恩 帮助我们不只这样看自己 也这样看我们的孩子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姊妹 求主给你一个眼光 看见你孩子身上 那个独一无二的特质